Hello大家好,我是爱笑的妹姐姐,我住在中国香港,我又来了 今天香港又确诊了31000多,然后死亡就有154人,还是这么多 不过妹姐姐已经连续讲香港疫情,就讲了好多次了 妹姐姐今天就想转换个话题 因为我这段时间就有很多在远方的957的粉丝给我留言 还有她的黑粉说我被打脸了,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957把她之前的这个在远方的95760多万粉的账号被注销了 那我不知道是她自己注销了,还是平台给她注销了,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因为很多的她的粉丝给我留言 那我就也想讲讲我和这个在远方的957到底有什么瓜葛 你想听话,如果想的话就先给妹姐姐一个长按一个点赞 话说在2020年,那会不是也是疫情肆虐吗 那妹姐姐就没事,然后在家里天天就喜欢看头条,看西瓜视频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作者就开着一个拖挂小房车 是一个黄色的小房车,然后就有一个大男孩 我是觉得当时我把她形容成一个大男孩,还有点忧郁 天天抱着吉他,然后就去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拍一些视频 还会写一些文章,然后小房车每天都擦得很干净 然后当时其实每个人,妹姐姐也是个文艺女青年 然后都是有一种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所以每次看她的视频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就成为了她的粉丝,一直追看她的视频,她的作品 然后有一次,每年不是都有西瓜play 她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为这个作者拍视频 来为她助力的话,就可以给她带来好像五十分,也不是多少分呢 因为那会儿不是都要投票,五十票大概是这样 妹姐姐不是一个热心场的人吗,那会儿也确实很喜欢她这位作者 那么我就帮她,也不止她,还帮孙红贺老师都拍了这个助力的视频 结果拍完了以后呢,这个957的粉丝啊,哇,就特别特别好啊 都来关注我,然后呢,也来把那个视频呢,也捧得很火啊 然后呢,我一天呢,一天也不是两天就涨粉,涨了一千呢 所以呢,就,我当时也很开心啊 因为那个时候妹姐姐粉丝也很少,可能才有几千个粉丝啊 然后突然啊,增加一千粉,对于我来说那是非常非常开心 当然我现在也开心啊,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就给我个强烈的推荐吧 没关注我的话,就关注我一下啊,就这样,就变成我的粉丝里边呢 也有很多,都是957的粉丝啊 但是呢,就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957的粉丝都知道啊,她后来就很多的黑粉啊 然后她好像有一些,反正她自己的故事确实是挺复杂的啊 然后呢,她有一次自杀了,大家可能还记得啊 之后呢,957呢,曾经私信过给我啊 有一些事情,她还让我给她曝光 那么我呢,今天就在这里讲一讲这些事啊 957呢,当时呢,心情是非常的低落 她不是自杀了吗啊 然后她就说她那段时间呢,就是眼睛里边都是黑暗的 这个事情的原因呢,主要就是诈捐啊 诈捐的事情,她捐了三百多 然后她造了一个假的凭证,说捐了两千多 我想她的老粉都知道啊,确实是真的 她说她当时呢,一时糊涂啊,有点虚荣心 即使三百就三百嘛,三百也是善事啊 结果她就说了两千多 那么后来就被人家网友挖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批判她啊 那么她也是就是,这个心胸啊 我是觉得可能是,还是看她高高大大的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承受力就太差了啊 她就会感觉到那会儿 哎呀,大家都骂她嘛,她觉得受不了了啊 所以呢,就是有了这种自杀的冲动啊 然后另外呢,她也给我讲了一下呢 就是她的一些感情上的瓜葛 包括跟粉丝的一些金钱上的事情 她都跟我讲了 然后她给我写了一大堆 之后她就说,妹姐姐,你是大咖,你给我曝光吧 我当时还,我是什么大咖呀 然后她说,反正大家都要黑我 你就给我曝光吧 那我说我也没要黑你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曝光呢 我还劝她啊,让她一定要心心要放宽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网上做作者嘛 那就说算是我几万粉之前还被小燕的粉丝骂得不行不行的呢 何况她这种几十万啊 而且呢,她有的时候呢,还比较正义嘛 有一次不是在路上曝光人家卖这种野生动物嘛 后来那个人可能被抓了 她也受到了一些可能来自于那个群体的这种打压啊 所以呢,包括她有的时候曝光别人倒垃圾啊什么的这样 她呢,虽然是挺有正义感的 但是可能有时候做事情确实是也比较冲动 就忘记了你这些事情曝光当时可能是好 但是后来所带来的后果 所以就变成了她随着她曝光的事情越多呢 她受到的这个反对的压力也就越大啊 那么我相信可能都是这些原因 不过到后来她又去什么造车啦 然后后来又被曝光 好像车上还有一个她的还一直都带着她的女朋友啊 所以就发现她可能说的话里边前后确实是对不上号啊 可能自己也有一些讲大话的事情 反正慢慢慢慢的加上我呢,我相信每个观众也都是这样的 我们呢就是个吃瓜群众啊 然后看看这个就看看那个,看的多了房车旅行呢 包括现在啊,以前我特别爱看冬子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豪哥呀 我都不看了,后来还有什么8090啊 反正后来我发现他们这个房车界的也是很乱的啊 我就不看了 所以呢,我也很久很久都没有看过在远方的957了 如果不是这些粉丝朋友在我下面留言呢 或者有一些黑粉说我被打脸了 我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呢 但是美姐姐在这里其实说这件事情呢 也就想,主要是想跟观众们说一下啊 其实我们都是吃瓜群众啊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作者的作品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代入啊 反正你喜欢啊 这段时间喜欢你就看一看 不喜欢你就不看了 你就看其他的作者 因为毕竟这个网上的作者是很多的 也有些很优秀的 也有一些新来的 反正你喜欢看什么你就看什么 但是千万不要 第一个,不要把你的感情放在哪一个你的作者的身上 然后就觉得很受伤啊 那天我看一个姐姐拍的视频还说 她应该注销账号应该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啊 所以其实呢,你们要明白她是她,你是你 其实她认识你是谁 她在做她决定的时候 是不会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 更加不会考虑你的感受的啊 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带入到自己的感情里面呢 就感到受伤害了 这就等于是你看那些明星的粉丝一样啊 经常为了某一个爱豆在吵架啊 在什么的 实际上没有必要 我们就是平常心啊 反正喜欢就看 那人家总的是人家的事情 我相信她也是个成年人 有她的更好的选择了 那她就选择新的道路 那我们就去看其他的作者吧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看美姐姐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爱笑的美姐姐 就请点赞,关注,转发 那接下来呢,我还是会为大家多一点 这段时间,因为香港的疫情确实是太严重了 我还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呢 就报告给大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拜拜